菲力牛排 都能够当场要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今天我们就用蛤蜊 为你介绍一道白酒汁蒜味蛤蜊面 今天我们为你推荐的金牌主厨 这是夏志伟夏师傅 他是法国兰代厨艺学校毕业的学生 曾任法国在台学会的特聘讲师 并且在很多的杂志报纸上面 还会驻有小专栏 现任小酒馆的餐厅主厨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香煎菲力佐黄菌汁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究竟有哪些 首先看到的这一块 是美国的菲力牛肉 一个很快的牛排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 菲力牛肉一块 另外呢 这个杯子里面呢 则是黄菌菇 这是一种进口的菇类 非常的珍贵 价钱也不便宜 黄菌菇 另外呢 我们需要一点点的butter 一碗的肉汁 另外在排排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新鲜的蔬菜 比如说高丽菜心 比如说是绿色的花椰菜 比如说是红萝卜 来做一些搭配 同样的 在处理这个菲力牛排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一点的白酒 来做搭配 以上就是香煎菲力 做黄菌汁这道菜 所需要的材料了 因为呢 国家现在开放了 所以呢 接触一些外来的一些文化呢 越来越多了 虽然很多的人喜欢吃牛排 对不对 其实选择牛排 西式料理的 不见得会比选择中式料理的 来得少 尤其是年轻人 可是自己在家里面 如果想要非常道地的 来烹煮一个牛排的话 恐怕就需要技巧 尤其是想爱吃这个菲力牛排呢 它是这么香嫩 但是怎么样把它煎得好吃 跟道地呢 这师傅的功力 而且教我们怎么样烹饪 其实很多人的 像我们中国人 很会炒中国菜 但是自己在家做西式料理 就不见得有机会 那我们请师傅教我们怎么做 让它很道地 我们现在我们做 我们不要做五分手 我们做三分手 三分手 而且今天是香煎菲力佐黄菌 黄菌的话 跟各位介绍一下 黄菌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菇类 它并不是戏剧 它是一个法国 很珍贵的一个菇 是 奥法国我们叫Sep 好 那我们英文叫Pachini mushroom 好 对 所以我们拿出来一点点 放在手上 让观众朋友们 也看得稍微清楚一点 对 它是一种 那一般我们买回来的时候 它并不是湿的 湿的是非常贵 它一定是Dry的 是干的 然后实际泡果 那我们泡一点点温水 那不要泡太久 太久它会烂掉 是 那泡水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泡水 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点微微的细沙 我们泡掉的时候 对 就是可以 对 很快那个 那我们煎牛排所选择是 一半的橄榄油跟一半的奶油 好 对 为什么呢 并不是因为这样子吃就很营养 因为这样的话 你煎牛排的时候 煎steak的时候 它不会很容易就烧焦了 好 不会很容易烧焦 因为奶油它的受温很低 它很容易就有烧焦 那橄榄油它的受温很高 对 所以它可以平衡下来 对 那这个steak我们煎的时候撒点盐 对 直接先在冰的上面撒点点盐 白胡椒粉 然后把它把它这个沾一下 所以是橄榄油跟奶油 对 下去混 对 许奇 奶油的香 是 还能够兼顾到油温不会太过 那我们现在开始下去煎的时候 一样我们不要急于去翻它 因为怎么讲 煎牛排其实很容易 你知道掌握几个技巧 对 第一个油温不要太高 但是不能太低 要中火下去封这个 这个Tolodos的面 我们讲这个Feli的面 因为什么你要封得住 封得住的话 血水不会外胜 而且它会很好吃 那如果你温度很低 就这样子慢慢泡 它血水整个等一下就放出来 对 而且是非常难吃 是 对 那大家看到 它是一个有点 它都有面 是 但我们是大的面先煎 煎完之后肚子也要煎 因为整个要包住 要封得住 是 变成这样 现在的油温是不是刚好 对 是刚好的 现在油温是刚好对不对 对 好了 我们让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 我们把锅子稍微移开一下 其实我们只用了中间的 内心的炉火 是 这样子一点点内心的炉火 来煎这个牛排 能够保持保持住它的温度 慢慢地来煎 让它能够达到它一定的效果 那很多人想说那我到底要什么时候翻呢 其实很容易看边边 焦的时候 焦化的时候它边边很容易可以观察得出来 稍微看一下 就等它触到油的旁边 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开始改变了 就可以知道 掌握到它那个温度了 是的 对 大家看到自己这样 对 这个颜色就很漂亮了 对 那因为怎么想 我们想说尽量就是说不要翻来翻去 对 因为我想说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到底它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就把它拿过来 它不对又放回去 这样子很容易血水就会外胜 而且像这个牛排就会很难吃 对 虽然这两面已经煎成这样子了 可是精油这样子压的时候 这肉本身还是相当地有柔软度 是 现在就好像之前夏师傅教过我们的 一触到这个指腹的时候 这样子有这种感觉 那我们这个steak就好了 好 我们要先放这边 对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做 还有很重要的东西 对 就是我们的瘦子 瘦子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油的话 我们不要 对 都焦发 对 不要的话 我们这个里面有the glass 我讲所谓the glass 就是我们刚刚煎的肉汁 肉汁所形成的这个黑黑的东西 法国菜为什么好吃 是因为这个东西在好吃 对 那我们要用白酒把这个the glass 洗出来 所以还是用原来的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做法国菜的 所谓讲寿司来讲的话 其实今天牛排 可能大家煎久了 大家都知道很容易嘛 是 反正我常做我就会了 但是寿司怎么样会好吃 法国菜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酱之间 是 那你看我们现在把它洗出来 经过一阵的窑之后 它真的原来那个扒锅的那些 对 是的 稍微有一点焦化的东西 真的都起来了 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也会想 我今天焦了 我不要了 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精华 精华是真的 千万不要 现在就换锅了 你看我已经全部把它洗出来 是 它已经周边都没有 那我们加这个肉汁 好 肉汁是 甜分是 对 肉汁来讲的话就是 我们这个处理非力的时候 但一般家庭主婦没有办法这样做 因为怎么讲 因为你没有办法买一条回去切 对 是 因为你就不会有编的杂肉下来 是 那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外面有卖这个 这个现成好的这个 它叫 Dame Class Powder 就是黄脂粉 这个的话回来可以取代一下 那我们现在这个sap要下去 这个要跟这个sauce下去 一起去reduce 这个很重要 其实你发现你在吃这个西式料理 法国菜常常吃到这样东西 只是你不认得它 对 可能大家以为说 可能就是一般的蘑菇寿司 就完全不是 对 可能那顺便让大家看一下 可能会是来师傅加一点木耳进去 是的 对 有非常珍贵的一道菜 那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浓缩好了 浓缩好之后我们加一点点butter butter的功用是什么 第一个它会亮 就是说我现在马上菜 我这个service到你的桌上的时候 它不会有皮 同样的话就是butter 也是代替勾芡的作用 好 那这个sauce我们已经完成 好 把肉再放回去 对 先放一下 为什么要先把它放回去呢 因为先放回去的话 它的血水不会出来 出来它会在你的寿司里面 所以你还是不会浪费掉 不会浪费它的养分 让它做它的蔬菜 是 我们用刚才这一点点的油 然后把这个蔬菜稍微 进去里面烫一下 稍微加温一下 把它烫出点颜色来 精油这个下司的带领好 我们好像对于这些西式的料理 渐渐开始有点入门了 对 从陌生到熟悉 一般我们只会吃 可能不见得会做 是 从陌生到熟悉 这句话讲得好 情人节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从陌生到熟悉 对 从熟悉进而一步交往 对 其实你做得不是很好 我想对方如果感受到你的心意的话 就无所谓 对 接下来要进行 先把酱汁涂排在盘底 是 难怪您刚才说这个肉呢 只要煎到三分熟 因为现在的过程当中 你把它重新放到锅子里去的时候呢 其实它一利用锅子的余温 又变成是五分熟了 是 免得煎肉太老了 对 是 OK 接下来把这个主角放到这个 往军上头 非常漂亮 你知道 好 再加一点点的盘式 再加盘式 需要什么吗 这少许的这个 对 荷兰芹 少许的荷兰芹 然后再拿一点 荷兰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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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芹好香喔 对 荷兰芹 但是完全新鲜下去做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漂亮 香天菲力 黄菌汁 就这样子制作完成了 你们赶快来品尝一下 这条菲力牛排 牛排 好不好 那我三分熟 真的三分熟 对 很棒 而且这个夏师傅说 这黄菌是蛮珍贵的 蛮珍贵的 是是是是是 一般人比较对它陌生 不熟悉 是 这黄菌我们先吃吃看 看它吃出来的这个 味道究竟如何 有点点微微的酸味 酸味对 微微的酸味 微微的酸味对 是 咬到嘴巴里面呢 一点点的脆感 一点点的脆感 那特殊的味道 真的就好像是 搭配这个肉类食物 应该存在的样子的一个 而且有点像那个 还有梅的味道 酸梅的味道 是的 酸梅的味道 幻影来的客人 比如说有两个或四个 有可能几分熟的等级都不同 那是不是你变成你一起 因为你可能 不希望让客人等很久 你就一起煎了 那可能比较三分熟 五分就先起锅 是这样子吗 越熟的越先煎 越熟的越先煎 他先下去就是说 我现在有这两个来讲 一个他要七分熟 一个要五分熟 我一定是七分先下 下到五分的时候 四分五分的时候 我这个就下 我可以跟着他一起 全部上桌 不管多少个都一样 这样也不会太老 也不会太不熟 对不对 不用用起锅的时间 来区分他的熟度 要是用下锅的时间 来区分他的熟度 这样客人才不会说 我三分熟先吃 我吃完七分熟都还比较好 是 怕就怕 是按照那个程序下锅 下完了以后 一直翻脚 忘了 不过其实不会 其实在这个厨房里面 是非常好玩 当你开始进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会很清楚的 这个我就有经验 我觉得其实在你 大概知道你要吃多少 朋友要吃多少 家人吃多少 其实你可以拿捏的 因为你自己做嘛 你会很紧张 但是很好玩的 我们知道在今天 下支部示范之下 希望下次大家来试试看 自己的牛排煎得如何 不管几分熟 应该都非常好吃了 对对对 都表示一份心意嘛 非常谢谢下支部 谢谢 谢谢 香煎菲力佐黄菌汁的制作大缸 首先我们将菲力牛排 撒上少许的胡椒以及盐 涂抹均匀之后 在锅中加入了一半的橄榄油 一半的奶油 然后把菲力牛排放到锅中 慢慢地煎 煎到每一面都金黄 然后中间的嫩度保持在三分左右 然后将煎好的牛排先拿出来 接着在原来的锅子里面加入了白酒 将锅中的肉汁能够洗出来 然后倒进去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肉汁 做成了sauce 然后我们在盘中先排上 已经预先煮好的蔬菜 最后淋上了肉汁搭配点黄菌菇 然后把煎好的牛排摆在上面 就完成了这一道香煎菲力 裹黄菌汁了 首先要我们来看一下 白酒汁 蒜味 蛤蜊面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究竟哪些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文革 一个一个的蛤蜊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 让它吐沙 吐好力后 还是活的哦 你看 这里面就缩回去了 蛤蜊放到这边 另外我们需要少许的蒜末 来做爆香的动作 同样的我们在意大利面的部分 我们也是选择的是 9号的细圆的这个意大利面 来做这样子的料理 另外呢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白葡萄酒 橄榄油 好 以上制作白酒蒜汁蛤蜊面 所需要的料理了 因为师父这道蒜汁是蛤蜊海鲜面 应该也很薄 对 这个大家看到 其实材料很简单 对 那我们用的是细扁面 细的扁面 对 我们叫Leguini 这个扁面的话 配蛤蜊面是非常好吃 因为怎么讲它很薄 细 它很容易入味 所以说这个材料你看就是蒜头 文革跟面 而且像这么简单的材料 它做的好吃就是不容易 就不容易了 就要靠学问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很快就吃看看 先热锅嘛 我看到这样子的材料 刚才让我感觉到 其实最近在台北的街头 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这个 旧街蜊面 有没有 蜊面其实跟这个东西 差不多的材料 对不对 只是像意大利 因为它们橄榄油很普遍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橄榄油来做面 是 而且我们在选择它这个 橄榄油就是橄榄油 极数很重要 好 因为怎么讲 你这种橄榄油来讲的话 它算是蛮好的橄榄油 是 我们可以教它就是Hotra Virgin 那怎么分辨呢 像这个好吃的那种 看颜色 看香味 颜色 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颜色 比较好 越黄越好 越白的就是它在回炸 炸了很多次 是的 跟咖啡一样 你喝到这咖啡很不好 就是豆渣已经是 对 非常不好 原来是这样 对 稳来是这样 一样蒜绒 蒜绒 蒜绒 先放到锅子里面炒香 夏师傅也在前几期解释过 因为它在烹饪的时候 这个叉子对它来的面条 比较好操作 是的 那我们文葛要下去 先下去 好 文葛下去 对 那进入加热了之后 很快的它就粘口了 是 把里面这个饱含这个汤汁 就可以释放出来 这时候白酒要赶快下 是它粘口之前先下 对 是的 让这个文葛 所粘口之后流出来的汤汁 能够跟白酒 是的 跟这个面整个去混在一起 对 虽然这道菜的材料不是那么的多 但是很简单 可是很好吃 对 当然有时候我们在烹调的时候 觉得为什么它不粘口 第一个可能就坏了 对 对 对 因为怎么样 你没有办法选择 所有新鲜的蛤蜊的话 我可能做这一盘面 我只要有一个是坏的 就挑出来 沙整个出来的话 我这个面我就毁掉了 对 所以说这个菜里吐沙的时候 非常重要 是 所以稍微检验一下 对不对 有的就已经很快了 新鲜的很快就开了 对 真的这些材料是你今天带来的吗 是今天带来的 你这样一敲门 他就每个人这样乖乖地 都在家 都在家 开门啊 有点甜的吗 林姐 好 几乎都开了 都在家里 都在家 尤其是季节式的时候 这个蛤蜊又好吃 对不对 搭配面的话 对 现在发现它的stock很多 我们再review一下 好 稍微再干一点 是 因为太水的话 这个面等于吃起来就有点像 蛤蜊湯面 有点味道 其实意大利面 就像夏师傅说的 其实大部分都应该有点干 对 是 是 然后这是我们做西森 这个调味 好 盐根 白胡椒粉 好 其实这很多这个意大利料里面 或者这个意大利面里面 大概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材料 对 很简单的 那这个荷兰芹也要像 好 荷兰芹 也是给它一点颜色跟味道 对 加上去整个味道 当场改变了 对 所以其实荷兰芹在这意大利料里面 用到的蛮多了 非常重要 搭配很重要 非常重要 对 尤其在面类里面 对 吃这个吧 对 面要 对 面也是事先先水煮过 水煮过 对 水煮开始蒜七分钟 加盐 加盐 加盐是要让它面条紧缩 不会觉得很糊糊烂烂的 对 这真的非常好吃 像这个如果在纽约叫我一盘来 跟朋友喝点白酒 是非常棒的 也是人间美味 你看它汤汁就开始不见了 已经吸收掉了 对 大家在做这个面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 你在翻的时候不要太过于 拿这个大铲子去 它可能肉的话 可能都已经掉光了 对 变成这样 到时候这个蛤蜊的肉 跟壳完全分开了 是的 煮完的时候 就直接把壳拿掉算了 那这时候是不是也让面 稍微吸一点汤子 所以它的这个汤汁要回去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 不要煮太熟的面 你煮了十分熟的面下去 它不能吸收了 你吃的时候变面线 那你如果煮七分熟下去 刚好 再经过刚好你回来之后 吃是九分熟刚好入口 不太硬不太烂 是是是 好这样我们要起锅了 好 起锅了 来 开始 也这样这个夏师傅 先用叉子 把面条先卷出来 做个造型 我想着我们一直在这个一连串的介绍 这些西式料理 我想电视期间的观众 会开始可以好好动手做一做 因为这些面又好吃又方便 对 家人回来的时候可以一起享受 而且非常容易的去操练 对 你可以做两三种不同口味的面 跟家人就可以了 同样微半边 好 这样是可以做盘旋 对 现在来把我们这个蛤蜊呢 放到另外的盘边来 对 刚才觉得好像很丰富的样子 好 那我们就看我们盘子的大小 做一样的装饰 还有自己喂的大小 是的 通常一包面来讲它是五百公克 对 好 那我们可以做大概 大人来讲我们吃的话 我们可以做四克 对 你不要看它煮起来很少 它煮起来是很多的 对 大家在做的时候不要想说 我煮个两包三包 开玩笑煮起来是一大堆 对 真的很重要 对 还需要一点 对 一点点很难起 给我扫在上面 对 扫在上面 好 这样就完成了 非常美味的这个 蒜汁白酒蛤蜊面 蛤蜊面 是 我们来吃吃看 意大利的这个蛤蜊面 跟我们的有什么样的差别 而且这台刚刚师傅加了一点白酒 透这个蛤蜊 是 应该会很香 很鲜 跟那个白酒的那个味道 谢谢 其实大家如果在家里面 招待客人的时候 做这样子的摆饰 一半是面体 一半是这个材料 这样服务的时候呢 也会变得比较方便一点 是的 而且老公可能会很惊讶 你今天用西式料理来招待朋友 对不对 对对对 自己家人先尝尝看 谢谢 你吃一下这个蛤蜊 蛤蜊好像有那个酒的味道 有酒的味道 还有蒜头 真的耶 真难怪人家说这个白酒是搭配海鲜 非常好的用酒类 非常合适的 对不对 特别是有些人像一些上班族在欧美的话 他们常常喜欢吃这个口味 就常常定期的点 因为他就很喜欢吃这么简单的味道 想到的时候就觉得很香 单纯的蛤蜊配上白酒 你看这意大利面多香 对对对 本身面也吸收了那个白酒跟蛤蜊的那个鲜味 对不对 整个吸收到里面去 感觉 然后又在这个荷兰芹的点缀之下 整个的那个味道 当时变得不一样 而且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过生日的话 帮他这样做 请几个小朋友来 是的 他们也会很开心 因为一人分一点 真是非常容易 非常简单 对不对 大家下次再到菜场 买到了蛤蜊的时候 不要回来又是什么姜丝蛤蜊汤 或是什么样的料理 不方可以动手 改变一下整个的习惯 试着来做一下这个蛤蜊 对 意大利面 而且夏师傅说 这道蛤蜊配的这个面条 用什么用 细扁面 细扁面 口味会比较好一点 非常入味 对 今天也非常谢谢夏师傅 接到这道这么好吃的意大利面 非常好吃 谢谢 谢谢 白酒汁 蒜味蛤蜊面的制作大缸 首先 我们同样的 把面煮到七分熟 然后捞出来 撒上少许的橄榄油 拌好了以后 放在旁边备用 接着我们起锅 加入了橄榄油 然后倒入了蒜末 一起爆香之后 把蛤蜊加进去 同时淋上白酒 等到蛤蜊完全张口熟了以后 再加入细的扁面 等到扁面 把蛤蜊的汤汁 还有白酒汁 稍微吸收了以后 做适当的调味 就可以盛盘 完成这一个简单容易操作 但是口感非常特别的 白酒汁 蒜味蛤蜊面了 嗨 大家好 想吃好吃的甜点吗 好吃的甜点就在十全十美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金牌主厨 梁淑盈梁老师 还有十八年的丰富教学经验 现任台北市农会的讲师 具有很多的食谱 包含了烤箱啦 微波炉等等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椰汁浴丸 这道点心所需要的材料 究竟哪些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糯米粉 我们需要两大杯的糯米粉 另外这边是冰榔心的芋头 我们先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然后放到蒸笼里面 大约蒸四十分钟 蒸软了以后拿出来晾凉备用 另外我们需要适量的糖 少许的盐 这一大盆呢是椰浆 大约是三杯所谓的椰浆 以上这些材料就是制作 椰汁浴丸所需要的材料了 好了 首先我们把这个 冰榔心的芋头皮削掉了 老师已经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我们放在蒸锅 首先把它蒸软了 要蒸多久呢 老师我们看一下 大概是 其实我是假如说用微波炉 大概八分钟 好 芋头已经好了 好 我们一定要趁热 趁热 对 把所有材料倒进来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什么东西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可以把它打成泥的 是一个算是食物的搅拌器 对 对 就比较方便就对了 但是如果没有搅拌器 自己家里可以用筷子捣一捣 把它拌碎 对 因为今天芋头蛮干的 所以用这个会比较好捣 如果稍微稀一点的话 是不是放到一些食物搅拌器 或者果汁机里面 也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呢 对 所以家里面老师说 蒸大概要蒸多久 大概是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但是假如说你有微波炉的话 用微波是很快 大概八分钟就熟了 好 好 把所有的材料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 从原先一块一块的 把它打碎了 我们就把它倒在 我们的料理台上面 要采用的面粉 这是糯米粉 糯米粉 糯米粉 好 用一点热水 要用热水是不是 对 为什么要用热水 热水比较会Q 比较会Q 比较会Q 好 很多女生很喜欢吃这个藕衣 对不对 就很香 我今天用糯米粉 其实你也可以用地瓜粉 地瓜粉 地瓜粉 对 地瓜粉 地瓜粉 老师听说你最近还出国 度了一个小假是不是 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啊 好混啊 那有没有在国外 学一些国外的点 我这次学到很多 真的啊 很多泰国菜 泰式的 对 刚好有个机缘 有个朋友在教 开春了以后 一系列的泰式的一系列 一系列的老师可以来介绍 一些泰国的料理 现在在国内好像是 其实今天我这个 就有一点泰式的 因为有姜姜 对 对 今天就是有一点了 好 我们这个揉成团 好 好 所以喜欢吃芋头的 就可以自己做做看 好 我们大概的 因为我们时间比较 宝贵 对不对 不是在这短 这时间之内要示范很多点心呢 家庭主持人家里可以慢慢煮 是不是直接把这个糯米粉 跟这个芋泥直接搓就可以了 直接搓 不用再加任何其他的材料了 不要 然后我们就 因为它这个芋泥很多 对 所以你在搓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 比较难说搓像搓汤圆一样 上一次我们搓汤圆那么好搓 是 所以你就这样把它一小块 你可以就这样把它捏一捏 好 但是搓的话 比较难搓到那么漂亮 就是捏一捏就可以了 芋头的成分这样 捏一捏一个一个 是 因为最后煮出来的时候 谁吃的芋泥在乎它远不远 对不对 又不是拿着打蛋猪 看它Q不Q就好了 是 香不香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芋泥本身Q不Q 主要在乎糯米粉的成分 对 那你假如说你喜欢 有的人喜欢再Q一点的话 你就用地瓜粉 地瓜粉 对好 就这样子做好一个月 做成一球一球的 对 可是今天老师教我们 是这样一球一球略带圆形的 为什么我们在外面就是吃到这个冰品里面的 那个是这样子 然后再拿一个 然后再切切一块一块 板子去切成一段一段的 所以它稍微有点像圆柱体 对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所以老师准备好了 这边有一分层 你假如说怕它会黏在一起的话 你就上面弄一点糯米粉 然后塞一塞一下 稍微塞一塞 好了 那我们现在煮的时候要用热水 还是用 一定要热水 一定要开水 对不对 不能够用凉水来煮 对不对 好 直接全部加进去 全部加进去 全部加进去 好 好 加进去了 稍微动一下 我们拿这个漏勺 用它的底部 慢慢可以讲 你看你的手势就知道你很有经验 没有 好 我们要先煮甜的椰浆 把椰浆 这里面先加了一杯的水 这个椰浆因为它会沉淀 买罐头的椰浆就可以 对 买罐头的椰浆就可以 所以会沉淀 所以我们 好 那我们要留下一杯 等一下要做咸的 好 在煮椰浆的时候 你一定要不停地搅动 要不然它比较会沉淀 好 我们还是要保持着中火来煮它 对 不要太大火 大火很容易边缘都焦掉 是 边缘的地方 因为本身椰浆蛮浓稠的 所以在加热的时候呢 我们事先已经先加了一杯的水 这边还是一定要有点滑 好 加点水 在水开了以后 我们可以要加第一次水 同样的跟煮汤圆一样 对不对 要进行三温暖的动作 所以像这椰浆大概要煮多久了 煮到滚 煮到滚 水滚之后 其实像在东南亚它们有一种叶子 叫巴南叶 是绿色的 听说这边也有人种了 已经种成功了 真的吗 那个加进去一起煮 它那个味道好香 对 你不能刚休假回来 就讲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有 像台湾有 有了是不是 对 有 好 我们这边也差不多开了 好 然后我们再加糖 是不是这个 因为椰浆最后要淋上去 对 所以它的甜度稍微要甜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要在这边 要来煮咸的部分了 咸的部分是不是直接把这个 刚刚削下的椰浆 这就是浓的了 对 好 然后等开了以后 我们就加盐调味 这个就是 加盐来调味 对 这就是完全没有水的 就是浓缩的 比较浓缩的椰浆 那很快的吧 那我们这个玉丸 如果已经煮好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把它捞起来 盛到盘子就去 对 好 这椰浆滚了之后 老师现在是要加盐吧 是不是 我们就加盐下去调味 这边是咸的部分 对 咸的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好 好 要关火是不是 对 我已经关了 没问题 好了 另外这边 欧盐好以后 直接把它盛起来就可以了 对对 奇怪 这样子的欧盐 它不用加任何的配料吗 你们觉得这个颜色很天然 对不对 对对对 不是那种加色素的 那像刚刚有把它盛出来 我要吃的时候 老师这道甜点 你要怎么吃呢 好 这道等一下 我们就把这个煮好的甜的椰浆 淋在上面 对 淋上去 然后在上面 最上面的地方 再放上咸的 再放上咸的 对 所以一咸一甜的口味 好 这边把它盛出来了 好 放到这边 放到这里 我们就直接倒下去 对 好 好 OK 好 这样子就把它 直接泡在这个甜的椰浆当中了 是不是 对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咸的 整个就淋在表面 所以等一下吃起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那种咸咸甜甜的那种感觉 好 它这个是比较浓的 所以要准备在上面 因为原来的那个甜的部分 稍微比较稀一点 对 所以它会沉在下面 对 然后咸的部分会浮在上面 对 所以你等一下摇起来的时候 吃起来就有甜甜咸咸的感觉 对 蛮特别的 挺特别的 我们赶快迫不及待 上桌来吃吃看 这个椰浆浴丸 平常我们都是吃外面买的蚝蚝 今天我们吃吃看 自己做出来的蚝蚝 看看Q不Q好不好吃 来... 我们今天用的是糯米粉 所以假如要再Q就是有地瓜粉 地瓜粉 今天是像汤圆一样的 今天的口感是像汤圆 老实说今天这有咸咸甜甜的 所以尝尝看 对啊 尝尝看 没有像外面吃到那么Q 可是那... 感觉我可以吃到那样子 芋头的香味 感觉那香味一丝一丝的 而且这个在夏天吃起来 做冷的应该很好吃 也可以 冬天吃热的也蛮香 特别是它这芋头因为很油 然后爽爽 吃起来这样很酥 然后芋头的口感非常好 对 跟汤圆又有点不太一样 蛮香的 对 那为什么咸咸甜甜的味道 搭在一块吃呢 对 这样比较开胃 比较提味这样 因为你整个都甜了 老实说可能会太腻 所以带一点虫 带一点虫 就不会觉得那么腻 带一点虫 咸的味道在里面 调和一下 不会那么腻 就甜的更甜 就跟红花绿叶嘛 都是红花多丑 一定要绿叶来比较 是... 我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帮我们示范这么好吃的 对 椰汁藕泥非常香 嗯 椰汁浴丸的制作大缸 首先我们将芋头削去的皮 切成片 放入蒸锅当中 蒸到熟透 然后趁热将蒸好的芋头 搅打成芋泥 接着拌入糯米粉 揉成面团 并且搓成小圆球 放到滚水当中 利用三温暖的方法 将浴丸完全煮熟 然后我们用两杯的椰浆 加入一杯的水 并且调和砂糖 一起滚煮成甜的椰浆 另外再用一个小锅 将一杯的椰浆 直接加热之后 加入了盐 调和成咸的椰浆 然后我们将煮好的浴碗 盛到碗里 先添加入甜的椰浆 搅拌均匀 然后再在浴碗上头 再淋上两大匙咸的盐浆 就形成了这道甜咸口味 同时存在的椰浆浴碗了 在台湾做生意 永远都是有一窝蜂的现象 你像前一阵子 浮世蛋塔在台湾 非常的出名 所以一窝蜂造成了 大家通通去抢购的热潮 现在好像拉面又很盛行 很多人通通跑去开拉面店 通通跑去吃拉面 但是最近还有另外一个 蛮盛行的现象 我觉得就是广东粥 广东粥很多人喜欢喝 所以很多地方 纷纷都开启了广东粥的粥店 其实做广东粥一点都不困难 因为广东人基本上 他们做广东粥 是先熬成了一锅的白粥的粥底 广东人叫做明火白粥 什么叫做明火白粥 就是底下用火 一直这样子慢慢地熬煮熬煮 熬到了整锅的粥 都已经米开 汤稠了 米全部一个一个都能够煮得开 里面的汤汁非常的浓稠 这锅粥底煮好了以后 摆在旁边 管理客人想吃皮蛋瘦肉粥 管理客人想吃什么鱼片粥 停载粥 他只要瓦出了粥底 就可以为你烹煮出来 这一个好吃的广东粥 所以我们会陆陆续续 介绍给大家很多不同的粥 当然了 广东粥也是我们要介绍的 主要项目之一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道广东粥 腐皮粥猪肝粥 跟另外一道小菜 借味双酥 究竟要使用哪些的材料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四分之三杯的红莱米 还有四分之一杯的糯米 以及跟这个米成九倍的高汤 这就是要煮粥的材料 另外猪肝的部分 我们选择大概四两的猪肝 把它起肉饭 切成一片一片的薄片 放在这边 另外我们准备一块的腐皮 新鲜的腐皮 在这个地方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煮腐皮 猪肝粥的部分了 另外在借味双酥的部分 今天我们选择的是 一片一片的高丽菜的叶子 我们先将它 摘好了以后 清洗干净 放在这边 这边是现在的季节的 新鲜的蔬菜 金针菜 另外在做借味双酥的调味料的部分 我们这边要少许的米酒 白的味噌 黄色的芥末粉 一点点的砂糖 还有一点点的白醋 以及银一个蛋黄 以上就是烹调我们今天的 腐皮猪肝粥 还有芥味双酥 两道菜的时候 所需要的材料了 首先我们一样 按照惯例 我们先盛出来 一个小瓦锅的白粥 也就是所谓广东粥的粥底 我们先把它预先的加热 这个粥底 我们用的是一份的米 加上九份的高汤 一起来熬煮出来的 另外一边 我们要先进行的步骤 是先把这个米酒 倒在我们的一个小的锅子里面 然后小的锅子 同样我们也点火加热 因为我们要利用加热 把米酒里面酒精的成分 给它全部蒸发出来 但是酒精的成分蒸发出来了 还保留了米酒 原来的那种米的甜味在 另外我们这边 重新再起一个锅子 锅子里面烧开了一锅的水 我们要把我们的高丽菜的菜叶子 把它放到里面来稍微的烫一下 这个高丽菜的菜叶子 把它事先从整颗的高丽菜上面 窄下来 旁边稍微修改一下 好 等到上面起火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火给它转掉 等到上面的火完全烧完了以后呢 表示里面的酒精成分 已经通通不存在了 所以待会儿呢 再来做的时候呢 这个里面就不太会有酒的成分 在我们等这个水开的同时呢 我们这个金针菜呢 可以稍微把后面的地头呢 掐掉 这边的地头呢 之前买回来的时候呢 还是要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地方稍微硬一点 吃起来呢 一定口感会不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片一片的 高丽菜的叶子 把它放到热水里面去 稍微的烫一下 好了 高丽菜的叶子 差不多已经都变成透明了 我们可以让一片片的叶子 把它捞起来 捞起来 摆到旁边 接下来把我们之前 已经整理好的金针菜 通通给它倒下去 稍微给它烫一下 这些蔬菜啊 放到水里面烫呢 基本上时间不用烫得太久 烫得太久呢 免得这些蔬菜呢 本身的养分呢 通通都会流失掉 好 烫到这样子 整个金针菜呢 前面的都已经开了呢 表示多 差不多都已经熟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 全部捞起来 把火熄掉 也是一样 把金针菜 我们把它摆到盘子上 让它稍微凉一下 稍微凉一下 猪肝呢 买回来以后 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血水 所以这些血水呢 如果直接放到粥里头去煮的话呢 到时候煮出来整锅粥 还会有一些这个腥味在 所以呢 我们事先要把这些 所有的猪肝呢 放到热水里头 稍微的烫一下 猪肝也是一种 非常容易熟的一种食材 所以烫的时候呢 不用烫得太久 稍微烫一下 好 刚才的腐皮 忘了做一个动作 我们必须要把腐皮呢 事先把它切成 一块一块的 免得食材到了锅子里面去呢 大小会不一样 好了 等到锅子里面的粥开了 第一个动作 我们先把这个腐皮放下去 因为腐皮跟猪肝比较起来 它比较能够煮得稍微久一点 腐皮放下去 趁腐皮在里面煮的同时呢 我们把刚才已经烫好的猪肝 一片一片地给它加进去 好 旁边已经开始 还有继续开的动作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瓦锅 给它熄火了 让粥剩下的余温 继续地让我们的猪肝变熟 猪肝如果它是十分熟的话呢 吃到嘴巴里头 一定是非常的难吃 米酒刚才已经用火 把里头的这个酒精成分 给它烧掉了 我们放到旁边稍微等它 凉 现在整个米酒已经凉了 我们开始进行 其他调味的动作 因为如果米酒是热的 我们把这些材料加进去 那不就变成煮了吗 它不再做这个调味料了 但是为了要让它这个芥末的腊味 能够去除掉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我们底下还是要开一点点的小火 利用这一点点小火 在加温的时候呢 我们把黄色的芥末粉 大约是两汤匙黄色的芥末粉 给它加进去 另外呢 我们加一大匙的白色的味噌 倒在里面去 一起把它调开 同时我们加进去 差不多是一大匙的糖 白醋 同时把我们这个蛋黄 也给它加进去 这样子搅拌起来呢 到了吃到嘴巴里面呢 会有这个酸酸甜甜的感觉 会有米酒的香 会有米酒的香 同时呢 还会有一点点芥末的味道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 再继续的加热 如果加热的话呢 里面的蛋黄可能就会瘦掉 瘦掉了 加来 准备一个盘子 把我们事先烫好的蔬菜呢 通通把它排到盘子上头来 我们先把金针菜 金针花 把它摆到一边 另外 之前的这个高丽菜呢 我们把它放到砧板上头 拿刀呢 顺着它的方向 切一下 这样子吃起来的时候呢 才不会啊 一片太大片 拿起来不好拿 把它盘子上 然后呢 把我们之前调好的酱汁 淋到 菜上面 接下来 我们来把我们的瓦锅 给它端过来 虽然刚才已经熄火了 可是呢 瓦锅还是有它的余温存在 所以大家在端的时候呢 千万小心 得拿个抹布 或者是手套 否则锅边恐怕会烫 我们现在看到 猪肝在粥里头 利用粥的余温 已经让它变得熟了 腐皮同样的也熟了 我们把我们做好的凉菜 放在旁边 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 腐皮猪肝粥 还有芥味双酥 如果在吃的时候呢 可以在上面 稍微的撒上少许的香菜末 这样子看起来会更漂亮 腐皮猪肝粥的吃的大缸 首先 我们先将米淘洗干净 用清水浸泡 20分钟以上 然后呢 加入了9倍的高汤 用中火煮 等到汤汁沸腾之后 转成小火 继续煮45分钟 然后我们将猪肝切片 用热水事先汆烫 去除血水 腐皮洗干净 切成小段 等到锅中的米 都已经煮烂了 汤汁变成浓稠的时候 将炉火改成中火 将我们事先切好的腐皮 已经汆烫锅的猪肝 夹到粥里头 利用粥的余温 将所有的食材 继续地加热 烫成八九分熟 就可以熄灭炉火了 上桌之前 可以在粥上 撒上少许的香菜 这就是腐皮猪肝粥 芥味双酥的四度大缸 首先我们先将材料摘洗干净 在锅中烧开一锅水 将材料倒进去略为汆烫 捞出来放凉备用 然后我们在小锅里 倒进去米酒 烧去酒精成分 放凉 等到烧去酒精成分的米酒 变凉了以后 陆续加入调味料 搅拌成芥末沙拉酱 临在事前烫好的蔬菜上面 就完成了芥味双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